天上掉下來驗譽 計程車司機二話不說 到超商買酒 準備在江信女嫌去賓館 完全不曉得自己 正一步步掉入死亡陷阱 寸司機不注意的時候 就倒入這個酒類中 把他迷混了 原來江信女嫌知道 光靠外表沒有機會 所以專挑上了年紀的問獎下手 先洋裝是外地的觀光客 用包車來當藉口 讓司機載著自己到處逛 沿途輕聲細語施展內功 化解問獎新房 然後提議到汽車旅館來喝酒休息 如果司機拒絕呢 他還有必殺招 直接表明身上沒錢 可以用肉體來支付車錢